各位大家好,很开心大家都很喜欢我昨晚分析姜濤最新牙膏广告的那段影片 大家都充满着一种鼓励和正面的肯定和欣赏 在这里衷心多谢大家 也很开心姜濤在这段期间能够拍到这么好的广告 能够将自己的经历放在里面 同一时间都能够带出某些主题和内容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好的 不至于广告是流于纯粹宣传的物品 而是里面也有内涵也有内容,很想和观众说 对观众是有助益的 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好的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讲《全民造星》第九集至第十一集的观后感 但原谅我今天是有点累的 因为想足够半日试,现在偷吃饭的时间去做录音 稍后再要上半日试,然后再开会讨论公开事的事情等等 真是忙碌的 但也是享受的 第一是享受《全民造星》的环节 二是享受和大家分享我的观后感 也享受和大家在网络之间交流 所以在这里我会继续努力 看完第九集至第十一集之后 有四个人令到我也想说一下 第一个是女爵安Edan 第二个是Elton 两个都是Mira十二指之一 第三个是一个叫做Canto的男孩 第四个是一个参赛者虎男 花名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讲这四位参赛者 先讲Edan 过去一年都推出了一些不少的歌曲 包括E先生、小孩声、大叔的爱 接下来有季前赛、一表人才 似乎都挺受到力捧的一个成员 而这次他是第一次去表演 而我自己的感觉是怎样呢 我觉得是终于中上的 因为自弹自唱的男孩是特别吸引的 就正如会煮菜的男孩是特别吸引的一样 在这么多位参赛者里面 他以一个有才华的形象去出现 而他自弹自唱的感情也非常投入 但你问我唱功如何 的而且确是需要再加努力 因为你见到整首歌唱起来是略嫌平淡 还有那些低音位其实都未唱得到 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再加去训练 但整个感觉就是在数十位参赛者里面 如果我是评判 我应该会选他进入下一轮比赛之中 可能他的外表也是一个拿分位 令到评判都很快地给了五盏蓝灯 所以这个赛果应该是合理的 而第二位我想说Alton Alton给我的感觉真的眼前一亮 其实他和AK唱的一首Webund 我已经觉得是非常好 非常有力量 非常生动 非常鬼马 非常跳坤 我其实很喜欢他整个演绎 而今次的表演也令到我喜爱 他本身是跳舞 而同一时间他也是健身教练 其实两者都挺有冲突 正如Tyson Yuji说 他说自己做健身的时候 一去跳舞的时候就硬手硬脚 真的很难去处理那些舞步 但今次的表演里面 他又能够完全驾驭到那种 Locking的那种舞蹈 他一跳的时候我就想起Lokman 也想起《全民造星4》的阿搞 而是跳得非常之好 而Alton他不单是跳舞那么简单 而是他尝试放入一些自己的意念 在里面 放一些很有喜剧感的元素 在整个演出里面 所以看下去的时候 非常之愉悦 你看到最后的镜头 花姐真的都笑得很开心 所以整个演出给观众一个 很好的一个感觉 我都是非常之乐在其中的 也就是说他对整个演出 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他是有一个设计在里面 而在设计里面他做得很好 他不只是把那些东西放在脑海里面 而是他能够将那些的意念 将那股的创意能够成功地展示出来 而成功展示出来的时候 又是恰到好处 不会令到有人觉得是过了火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演出 我自己挺喜欢的一个表演 所以在这里都很开心 能够看到Alton的第一次参赛的演出 而我也觉得其实他里面 很有不同的才华 是等待去开发 希望他能够有尽快 有单曲能够推出 Alton 继续努力 我是很支持你的 第三 就是有一个成员叫做Canto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他抄的歌词 在手里面好像很不专业 我自己就不是看这一点 我反而觉得他的唱功 是真的不到一个水平去进入下一轮 但是奇怪的就是 评判是给了四盏蓝灯的 他是能够顺利进入下一轮的 而很明显地他们也说他在舞台上很有魅力 其实简单来说我觉得是英俊 但是如果只是英俊 而没有才华的话就是罪 其实也不能说是罪 是不足以够资格进入下一轮 但是几位评判却是因为这个 比较外在的表现而让他进入 反而小平进入不了 反而Canto就是凭着他的外表 所谓舞台魅力 而进入下一轮 其实给人的感觉都挺沮丧的 那为什么要参加比赛呢 不用唱歌 站出来也可以 或者走Catwalk也可以 我们现在不是选模特 但是很开心的就是 Alton虽然在Canto之后 他持续着这种不开心 这股可能有一点的愤怒 但是他又没有一种很失望的感觉 或者一种被这种情绪影响了自己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是特别欣赏Alton的 而去到这一位 我就是想说这个虎男 第一轮其实已经是被人淘汰了 那我为什么想说他呢 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留意到他的频道 他的YouTube频道 当然他是很想能够入围 当然他希望能够 就是摘身在这个偶像的行列 但是可能暂时 现实上就告诉他 他不可以再去到下一轮 他不能够摘身在 ViuTV的某一个崗位之中 但是他没有放弃到 他也没有自怨自艾 他反而在这个YouTube频道里面 能够找出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 能够是为自己去带一些的机会 去发挥自己某一些的才华 以至到仍然是停留在这个的演艺界 能够有机会是被其他人见到 坦白说如果他不拍YouTube的话 我都不认识他了 是不是? 如果他不继续留在YouTube拍片的话 可能他就会消失了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一次的比赛 是自怨自艾 或者是放弃自己 或者是完全放弃这个行业 而是仍然找机会 可能是Live的一些演唱 但是坦白说 我又觉得他不是真的唱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起码他愿意去尝试 还有他愿意去给时间去做这件事 他愿意和网民去建立一个 行上的一个关系 他愿意继续留在这个平台 看看自己还有什么发挥的地方 等待有一天 能够被赋予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件事也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 所以今天看完九至十一集之后 我都觉得有开心有不开心 兴奋之情 但也有失望之情 希望第十二集开始 都会带来一些不同的表演者 令到我一些不同的观影体验 而姜濤应该都来着了 都很期盼他的出现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我都要三把两拨去买饭 然后就去继续工作 今天衷心地多谢大家 去听这一段分享 有机会再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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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